她是百合圈里的种植高手 可别人却说 她根本不像一个种百合的 你看前面留着那么长的胡须 后面扎个小便 戴个眼镜的话 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当地种百合的 好像不太一样的气质 所有人对我的第一印象 我不是搞农业的 我是要不是唱歌的 要不是画画的 或者是艺术家 而她选择种百合的背后 隐藏的却是一段心酸的往事 她想靠一种特殊的百合赚钱 而现实却屡遭挫折 她的梦想在天上 无法落地的 这我们通常还没一个人相信我 她的坚持 让百合母产值 做到了别人的两到三倍 看湖城龙山县的余小龙 如何改变命运 靠百合实现梦想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支付经 我们今天要认识的 这位主人公叫余小龙 来自湖南省龙山县 在龙山县 百合是当地的一项重要产业 而在当地的百合圈里 余小龙可以算得上是 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因为除了种植当地的 传统龙山百合外 余小龙还种着一种 当地人以前见都没见过的百合 就是靠着种植这种百合 余小龙把百合的母产值 做到了别人的两到三倍 别人的百合 一亩地能卖个一万多元钱 这就算高的了 而他种的百合 一亩地能卖到两三万元 那么他种的这种百合 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他就是余小龙 晚上八点 他带着工人采挖的 就是龙山百合 龙山百合是湖南省龙山县特产 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形态卷曲 颜白如玉 吃起来有点微苦 在市场可以要时两用 采挖龙山百合 必须避开阳光 先百合挖出来 不是纯白色的吗 如果说在白天挖的话 白天经过太阳光一射 它在白色球 百合球表面 它就会演化 一旦演化的时候 它就会变红 假如说是红色的挖出来 基本上市场价格 像我们作为宣货来说 市场价格 恐怕就是两三块钱一斤 但如果是白色的话 它的价格连在六七块钱一斤 龙山百合害怕光照 只能在阴天或者夜里采挖 看工人们挖百合 好像很简单 一挖一个准 其实这其中还有不少技巧 它一般埋在地下多深啊 8到10厘米 10厘米 8到10厘米 对 这里不是你杆子吗 这里有杆子 找杆子 对 你看 找这个是吧 对 找这个 那杆子 这不已经断了吗 对 现在我把它拔出来吧 你把它从这里挖嘛 从这下去吧 就这块是吧 对 出来了 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个比较 这个是 对 就在五个小时前 于小龙接了一位客户的紧急订单 要两天内供应五万斤龙山百合 天黑前四十多位采挖百合的工人来到基地 可没挖多久 问题就来了 今天不好挖 今天不好挖 对 为啥不好挖 挺硬的 这是一个杀心结版团 你看 杀心结版团 基本上就挖不动 太硬了是吧 太硬了 你看这段时间高温 把草晒死了嘛 把草栽都晒死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土太硬 原来记者采访时 龙山县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下过雨了 高温日晒 让百合地土壤出现了结版的情况 挖起来非常费劲 更让人头疼的是 这块地里的百合个头都不大 卖给药厂入药没问题 可百合个头小 采挖的工人们都有些不乐意 平时挖个头大的百合 工人一小时能挖一百来斤 而今天遇上这个个头小的百合 工人忙活了一小时 才挖了几十斤 一般都正常的话 它应该百合是这么大一个 但现在只有这么大 平常要挖一年别多 今天挖的七八十块 现在三年 今天就是说挖的 也没挖的背后 太小肝的 背后大点 就挖的多一点是吧 为了保证采挖顺利进行 于小龙决定 将工人的工钱 从往常三脚钱一斤 临时涨到五脚钱一斤 今天我特意刚刚告诉了 那个小师傅 今天就说等一下 明天早上挖完了之后 大家所有的今天的百合 五毛钱已经算 可没一会儿 这采挖又进行不下去了 正常采挖百合前 都要先除草 这次由于客户要得急 没来得及除草 地里杂草太多 严重影响采挖进度 两个小时了 四十多个工人的工作量 还不到过去的百分之六十 因为它速度太慢了不 一个土太硬 第二个的话 草太高了嘛 所以现在只有选择是明天白天 两台割草进来 先割草 割完草之后 如果说是阴天 我们就继续采挖 于小龙还是决定 让工人回去休息 第二天到底能不能挖 还得看天气 第二天天刚亮 于小龙就赶去了基地 我们这边是一个小气候带 所以现在县城里面 是在铺垃太野 但是估计基地那边 也是什么情况 就等下我们下去了 才去决定这个事情 幸运的是 正好是阴天 于小龙召集工人 一边除草 一边采挖 割草机已经是在上面的 几块地在割草了 所以我们的抓紧进度 一直要追上割草机 把它那个草 它割到哪里 我们就挖到哪里 所以今天就辛苦一下 大家把这个进度赶上 因为不然工厂那边 也都等着我们去交货的 采挖 打包 装车 连轴转六个小时后 终于采挖够了客户要的百合数量 而此时 于小龙才得空向我们介绍他的百合 除了龙山百合外 他还种着一种很特殊的百合 跟当地龙山百合比 这种百合个头小了一半 可于小龙却告诉记者 这种小个头的百合 一亩地的产值 却是当地龙山百合的两到三倍 龙山百合一亩地多少钱 一万二到一万四 这是正常的一个区间值 那我们这个品种的话 最低的产值是两万 两千五 高一亩地要突破三万 这种个头小 又只有一个头的百合 究竟是什么品种 他又是如何卖出龙山百合 两到三倍价的呢 如今 于小龙经营着 一千四百亩百合基地 其中八百亩龙山百合 还有六百亩 种的就是这种个头小 只有单头的新百合品种 因为联合专家 研发出这新品种 于小龙也成为了 当地百合行业里 数一数二的人物 于小龙这个做得好的话 可能达到两万多三万块钱 比我们平时 种的龙山百合的收入 分了两三万 他的话就是把这个产业 进行创新吧 怎么形容呢 就像这个产业的一匹黑马一样 就是他的做法呀 包括他的那些创新形式 都与传统的种植方式不一样 虽说于小龙百合种得好 可在很多人眼里 他却根本不像是个种百合的 所有人对我的第一印象 我不是搞农业的 我是要么是唱歌的 要么是画画的 或者是艺术家 久而久之 身边的朋友 也给他起了一个 有意思的外号 叫于大师 我们就叫他于大师 他的那个气质形象 比较符合那个大师的气质 你看前面留着这么长的扶须 后面扎个小便 然后戴个眼镜的话 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然后与我们当地种百合的 好像不太一样的气质 这个大家眼里的于大师 是如何让新百合品种的亩产值 做到了本地龙山百合亩产值 两到三倍的呢 采访时 工人们收集好的百合 于小龙想帮忙搬 可他却搬不动 你估一下多少钱 这个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年 有五六十年 五六十年 那我搞不了 我搞不了 1989年 刚出生的于小龙患有先天性血管瘤 十几年时间 于小龙先后动了四次手术 这让他的手臂落下了终生残疾 现在吃饭 他都是用左手 因为给于小龙看病 父母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到头来还是欠了一屁股债 那中间给他治疗啊 那么有狗啊 花了好多钱 反正我跟他妈嘛 我们两个都是能够吃苦耐老的 剩下来的就要把他养好 就要给他治疗好 家庭的负担 让于小龙有了外出打工的想法 是选证明嘛 证明自己 目比同龙差 第二个的话 也是想帮家里分担一些经济压力 因为那时候为了我的病 欠了一大笔钱嘛 也想给家里还一下债啊 2007年 18岁的于小龙走出大山 来到昆明一家花卉公司 做库管工作 当时销售这样的百合邻金 是公司一个重要的业务 不但畅销 价格还很高 一斤可以卖到15元 而这些百合邻金 正是来自他的老家龙山县 因为他们中间有几刀手要转来转去嘛 他不是一手货源嘛 现在我们给就是直接一手货源了 所以我们一回想 一斤可以至少有除开人工这些 一斤有15块钱利润 他当时给我们就说买1万斤嘛 那我这有几万块钱 远远比我当时工资 我几年的工资还存不了这个钱 2009年 于小龙决定 带着打工赚到的1万多元 回到老家龙山县 他承包了一亩地 开始种植百合 可一年后 长成的百合 于小龙却一个都没卖 就这样子 搬成四半 我就可以给他种四株嘛 像这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就这样种下去嘛 因为今年我种这样一个 对吧 明年我挖出来 就是它就现在挖出来成品了 就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它种一个头 可以长出来几个头 我们平常吃的龙山百合 其实就是林精 龙山百合可以自流种 将林精分离后种植 可以再长出完整的龙山百合 这样很大程度 节省了百合的种植成本 靠着这种自繁育的方式 四年时间 于小龙的百合种植规模 就扩大到了一百多亩 加上那几年 龙山百合的名气越来越大 市场行情逐年走高 2013年 靠着种植百合 于小龙一年就赚了一百多万元 那是我们疯狂到什么时候 就是别人的上面跟我们说好话 你把百合卖给我 可以啊 那么挖百合谁去挖呢 是买百合的人 他去找工人挖 其实我就干一件事情 我就拿个蹭 坐在基地那个门口 他挖出来 我过程受限 过程受限 挖我都不用管 可于小龙没想到 仅仅一年时间 当地百合市场供需关系 就发生了转变 随着种的人越来越多 市场出现了百合供大鱼球的现象 百合地头价 从前一年最高十几元一斤 跌到了五角钱一斤 一年时间 于小龙把赚到的钱 全亏了进去 以前是挖的人都是他们出 现在就是挖的人 那老板你来买我的百合 挖的人我出嘛 所以14年那时候基本上百合就 太多太多的就乱在地里面了 就在于小龙发愁时 一则消息让他为之一振 从前花卉公司的同事告诉他 观赏百合市场行情很好 于小龙想 既然实用百合市场行情不好 能不能换条路走 靠观赏百合赚钱呢 那么同样都叫百合 观赏百合和实用百合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首先挖这个观赏百合 它的果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观赏百合 下面的果 它是一个深红色的 深色的 深色的 对 它是深红色 像一般它有年轮的颜色 一个是深红色要么就是黄色 像这个已经是长了很多年了 它就说是深红色 但这个它有一个要求是 它这个是不能吃的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龙山百合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先给大家挖一个看一下 这个白色的是吧 对 你看我们龙山百合的这个种球 它就是洁白如玉的 这是我们龙山卷蛋百合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食用的 这样子 这个球怎么这么小 因为这个球是开了花之后 它会影响这个球的生长 这个球是直接可以像这样子 摆得可以吃的 直接生吃啊 对 这是直接可以摆得可以生吃的 观赏百合品种很多 开出的花 开出的花颜色种类丰富 花朵大 可林晶不能吃 而食用百合品种较少 开出的花颜色单一 花朵也小 但林晶却可以吃 假之食用百合如果开花 林晶就长不大 所以种植龙山百合的农户 几乎没人让百合开花 因为当时也在我们龙山看了一下 没人搞花会这些 关系我们龙山和来凤 人流量的基础有这么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可以干一干 于晓龙算了算 一亩地至少可以种植 九千多株观赏百合 按最低五元一只 批发给当地经销商 一亩地至少能卖四万多元 利润至少能有一万多元 这比种植龙山百合划算 可很快他就发现 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因为我们以前用的花卉种植 从国外进口的 一亩地种了一万多株 你的成本就管种植的费用 就得三万多 像我们龙山百合 就是说你今年那个种植 它有四五个头 然后把它分出来 你就可以种五个是吧 它那个不管你种多少年 就只有一个 差不多就是成本高在这个地方 龙山百合的林晶 可以分离出多个头 完全可以自留种 而观赏百合 却无法实现这一点 想扩大观赏百合的 种植规模 就必须从国外重新买种子 这一亩地的种子成本 就要三万元 于晓龙有了一个新想法 那么我们当时就想 我龙山有这么大的面积 我是不是可以尝试 把我们龙山百合和花卉百合 去给它杂交一下 做一些新品种出来 于晓龙想打造出一个既能实用 又能观赏的百合品种 可这种破天荒的想法 在当地根本找不到经验可以参照 只能靠自己摸索 2014年于晓龙开始大量引进 观赏百合品种到基地种植 短短两年时间 于晓龙在龙山建立起一个 百合品种资源库 收集观赏百合品种多达200余种 这里是做了一个所有的推广 羡慕展示区域 你看像我们现在说的珍珠白 阿罗斯卡 小加 克拉尼莎 塔尼塔 卡罗尼娜 这所有的品种 你看包括现在这个在开的 这个品种叫 惠亚小姐 这品种就属于庭院系 它是属于一个庭院系的一个品种 他在专家指导下 将收集到的这些观赏百合品种 分别与龙山百合杂交 然而 两年上百次的试验后 却只有少量杂交出来的百合开了花 即便开花了 很多不到两天就泄了 羽小龙找不到原因 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也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非议 这个东西的话 它看不到全了 是不是 你假如说我一年两年去搞这个东西 赚不到钱的话 是不是 他认为就是说 这个没前途嘛 赚不到钱了 是不是 当时给我的评价 你知道什么评价的吗 羽小龙一直在吹牛不务实 一直在说要把龙山百合 和其他品种搞西品种杂交 他的梦想在天上 无法落地的 这我们通行还没一个人相信我 可羽小龙铁了心 就是要把百合杂交这件事 干到底 一次偶然的机会 隔一边看也不再说一看 这种百合比我人还高 它这个总区的话应该来说 现在来说要稍微要大一点 2016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羽小龙发现了一株山里的野百合 这给了他灵感 过去 羽小龙只是将龙山百合 和观赏百合两者杂交 发现野百合 让羽小龙有了将三种百合杂交的想法 惊喜的是 这一做法终于让百合杂交试验 成功了 因为有些从国外的百合 它是不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生长 野百合 它的适应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生长 第二个 它的抗病能力和抗病害能力 特别的权害 第三个 它的防止能力也是特别的权害 所以就是把它连者先结合 2017年5月 龙山百合第一次开出了 可以观赏销售的百合花 羽小龙借便朋友 筹到了80多万元 他把杂交百合的种植面积 迅速扩大到了600多亩 而接下来 他又做了一件大胆的事 别人的观赏百合 便宜的也要卖三元一只 可他却给自己的观赏百合 定价一元一只 由于价格低廉 新品种百合刚问世 就吸引了很多客户 真的很便宜 平常都是15块20块一只 这个花店要百合的话 都是从云南昆明那边经过来的 我们从一种这里拿百合花的话 像马三腰 我们就是跟着可以去 它基地去采 这样节省时间 于小龙把观赏百合价格 降低吸引客户 他有底气这样做 正是因为新品种百合 除了卖地上部分的花外 藏在地下的部分 于小龙还能多赚一份钱 这个是我们龙山本地的 这个挺苦的 对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你再试一下这个 这个龙山 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这个品种 这个挺甜 对 它挺脆 除了花可以观赏外 新品种还保留了龙山百合 可以实用的特点 口感更甜更脆 能观赏 能实用 能赚两份钱的新品种 让于小龙想要开发 更多新客户 传统的销售渠道不行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 所以我们后面改变了一个 它的一个方向 就像我们这个新品种 它上面的花就可以看 下面都可以吃 那么师傅我们是可以考虑 先出旅游 给龙家乐 给这些度假山庄来合作 龙山县周边旅游资源丰富 2017年 于小龙找到周边度假山庄 以及龙家乐合作 他给新品种百合的林晶 定价15元一斤 作为种子卖出去 由于新百合品种林晶种下去 既可以开花又可以食用 很快就受到了很多度假山庄 和龙家乐客户的青睐 食用 药用 它还可以观赏 那我既可以卖花 我又可以卖果 口感比较好 它有甘甜味 回味 新品种出来 我们就让顾客多一种选择 办一亩地计算 新品种百合地上观赏部分 一亩可以长9000只花 定价一元一只 可以卖9000元 地价食用部分 一亩可产1200斤 到1600斤不等的林晶 定价15元一斤 可以卖18000元 到24000元 新品种百合一亩地产值 就达到了27000元 到33000元 靠着不断地探索 于晓龙为百合找到了 新的发展模式 2020年 于晓龙的百合种植面积 达到1400亩 公司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 像于晓龙这样的 探索了百合观赏 和食药兼用 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这又实现了农里的一个融合 我们需要更多 像于晓龙这样的 富有创新精神 充满创业激情的 有识之士 加入到乡村产业 发展的这个队伍当中 进入百合行业后 于晓龙大胆创新 做没人敢做的百合杂交 把百合做到 实用观赏为一体 让效益大大提升 他的做法 为当地百合产业 探索出了新的方向 也助推了这个产业的发展 好了 观众朋友 本期的致富经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